亚洲石化厂进入碎修旺季 乙烯的供需吃紧利差空间 创下了将近四年以来的新高记录 台塑化表示 由于旗下第三套轻油烈结厂结束了碎修 石化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大幅增加达到满载 因此预估第四季的营运可以优于第三季 台塑化旗下最大年产120万吨乙烯的轻油烈结厂 终于结束碎修作业 重新开炉营运加上乙烯和上游原料间的利差 创下近四年来新高 预料将有利于台塑化第四季营运表现 整体看起来因为工厂在看链量提前 所以营业就增加了 台塑化看法正面 预期欧美链油厂税修期最慢将在11月底前结束 有助油价回升 再加上公司产能利用率 因为结束碎修一举从六成提高到满载水位 开工率更上看93%支撑营运动能 认为说整体市场的健全度 各方面比我们原先的预期大概有稍微好一些 台塑化展望乐观 但台化受到化仙市场表现不佳理想 10月业绩恐难回温 初步观察第四季营收将与第三季持平 而南亚尽管旗下一二纯厂税修压抑实化业绩表现 索性电子材料试验 社会智慧手机 汽车用版高阶笔电的需求 带动销售能量大增 刺激业绩成长 福尔轩介维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